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帝华地方就很容易出现严重水浸 这个位置是那天浸的水平 一有雨来的时候 我们全部都凹起了买了木椅 游泳部署一班工作人员 由前线的通渠队员工 到幕后的工程师 多年来都未与筹谋 紧守岗位 不断致力改善港岛区内的排水设施 为防洪做好准备 舒缓港岛北部的水浸威胁 是渠农处的迫切任务 其实渠农处在多年前 已经开始策划利用创新方法 为港岛北部地区提升防洪水平 其中一项 是耗资大约30亿元兴建的 港岛西雨水排放隧道 工程已经在2007年11月展开 约需5年完成 这项工程主要是利用隧道转画机 在半山建造一条长约11公里 由大坑伸延到数码港的柱隧道 此外 工程还包括建造34个分布在半山的入水口 和约8公里长的连接隧道 当工程完成后 在大雨期间 商游集水区的雨水 会首先被接楼入隧道入水口 然后再经过树井和连接隧道 楼入主隧道 最后雨水会经主隧道 排放到数码港附近海域 另外 针对上环低华地区 渠务署在2006年 进行了两项工程 包括上环雨水抽水站 和皇后大道中雨水截流渠工程 工程完成后 上环部分的雨水会经过截流渠 分流到其他地区的排水口排放 在上环的现有排水口 则会装上水闸 防止海水倒流 而落在永乐街一带低华地区的雨水 就会被引流到上环抽水站地下的储水池 然后再用抽水帮排出大海 区务署明白 在施工期间 会对附近的市民带来不便 所以 在筹划的时候 在选址 建造方法 成本效益等方面 都经过周长 而又审慎的考虑 务求减低在施工期间 工程对交通 环境 和公众的影响 工程完成后 港岛北沿岸地区 尤其是在上环 中环 金重 湾仔一带的防洪能力 就得以提升 而水浸对公众带来的影响 都会相应减少 对社会发展带来益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